喜乐和希望的华语 月年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马尔谷第十章四十六节五十二节 Venando and Melilli 神父的广道词 大家主日好 我们经常用看见和盲眼 来比喻或者象征 我们说没有人比不想看见的人更盲目 或者对一个犯错的人 我们会说 睁开你的双眼 你没有意识到你跟谁打交道 又或者一个只看见钱 或者是只看见黑暗面的人 还有 那个人看得很远 这种象征用法 在圣经中经常可以找到 包括旧约和新约 阿尔尔先知和耶纳米亚先知 在谈论到以色列的时候就说 这是一个愚昧的民族 他们有眼却看不见 行为像核子一样 他们继续忽视危险 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懸崖边上 随后就落入峡谷 他们没有让先知门打开他们眼睛 最后被流放到巴比伦 以色列的先知书 谈到一个神秘人物 由上主派起来 打开这些盲眼人的眼睛 并将他们从巴比伦 流亡的监禁黑暗中带出来 又为生活在这些流亡中间的先知 承诺上主会干预 并保证有一日 这些人的眼睛会被打开 生日中也都使用相同的图像 耶稣经常对他的门徒 使用这些图像 据他们说 你们是核子 你们心硬 你们有眼睛 但是看不到 谈到经师和法利塞人 耶稣说 你们是核子 且是核子的领路人 然后耶稣又说 若核子领核子 两人必会掉在坑里 耶稣将自己 呈现为打开眼睛的人 为照耀笼罩在黑暗中的世界的光 所以说 人类在黑暗中行走 冒着走向毁灭的危险 这也是我们所害怕的 我们经常问自己 作为人类 我们走去哪里呢 我们看见 环境危机 资源的浪费 快餐式的消费 暴力的蔓延 好自私地团职受造的财物 我们开始用数字玩具来娱乐 但是我们人类走去哪里呢 我们觉得 需要有人来打开我们的眼睛 而耶稣说 他就是打开眼睛的人 他还说 你们中间要有光 要趁着有光行走 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不知道自己走去哪里 若望一书中说 我恨自己弟兄的 就是在黑暗中 且在黑暗中行走 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因为自私的黑暗 弄黑了他的眼睛 初期教会里面 受洗的人被称为 以开明目的人 也就是说 那些被福音的话语 打开眼睛的人 这个说话就是说 以开明目的人 在奥斯顶的第一篇辩词里面 洗礼被称为光照 今天福音给我们讲说了 巴以提买得到医治的事 他是一个核子 这个故事远远超出了 记事的维度 耶稣医好了一个核子 但故事远超出 圣诗马尔谷所编写的记事 他被视为一个比喻 黑暗得到治愈的经过 被比作受到基督的 和福音的光照 首先让我们听听 对尚未认识基督的人 即盲人的状况的描述 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来到了耶利哥 耶稣和他的门徒 那一大群人 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黑眼的黑盖 即提玛的儿子 巴以提玛坐在路旁 城市马尔谷 将巴以提玛的治愈 摆在耶利哥的出城口 在耶稣时代 这个城市 不是你们在背景中见到的那样 在平原上面 这个是现代的城市 在那里 即你们看到的那个中世纪的废墟 这个就是曾经是耶利哥城 没有什么重要 但在那里 沿着海岸伸延 向着平原伸延几百米 我将他们指出来更好的 在这张照片里面 在背景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沿山伸延的绿色 那是耶利哥坐落的地方 注意 那里还有一个山峰 大赫洛德王 在那里建筑他众多城堡中的一座 用来保护从耶利哥 到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 这条道路很危险 他用了他妈妈的名字 Cybrus 来命名这座城堡 他妈妈是一个 纳巴泰人 耶利哥是棕櫚树之城 是香膏之城 他的成分是一个秘密 禁止透露 他是耶路撒冷有钱人的别墅 他们将自己的宫殿 建在耶利哥 你们可以在背景中 在我后面 看到他的遗迹 我再次向你们 说明一下 这条路 是通过耶路撒冷的 罗马道路 还有 Cybrus的城堡 你们还可以在背景中 看到 橄榄山的山峰 在上面 你们可以看到 耶路撒冷城 我说过 这条路很危险 因为有峡谷 而且 有大批的小偷出没 耶稣将撒马尼亚人的比喻 放在这个 犹大的抗野上面 这个撒马尼亚人 救了落入强盗手中的可怜人 耶稣和他的门徒 去到耶利哥 有大批的群众 正是因为朝圣者 要去耶路撒冷 他就要到达他的目的地了 来耶路撒冷 还有27公里 来看看他们 跟巴尔提玛相遇的地方 我再给你们看看 那个废墟 在罗马道路的旁边 是耶利哥城的尽头 这个就是耶稣 遇见巴尔提玛的地方 对黑概来说 耶利哥的出口 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可以停下来 向好心的朝圣者 寻求帮助 因为那个时候是如月节 他们不是出于怜悯的施舍 因为 如果一个核子 是因为他的不幸 因为他的罪 他们这样做 是因为施舍 是一种责任 让我们看看 这个人物是谁 我们现在要读这个故事 不是作为一件历史的事件 而是作为一个 关于从失明的 黑暗走向光明的比喻 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直到遇见基督 他最终 他最终得到引领他生存的光 并赴予他现世的生命 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的名字叫巴尔提买 是提买的儿子 其实 这个不是他的名字 而是他的姓 说的是他爸爸是谁 这个提买经常被强调 以理解圣史 想要告诉我们 这个内容 Mai 在希腊文 意思就是说光荣 这个是寻求 认可的人的儿子 实际上 圣史 在说话给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那个 盲目前行者 核眼的根源 他们还没有 领受基督的光 他们认为 赴予生命意义的 唯一目标 是拥有光荣 声望 权力 财富 快乐 实际上 这就是耶稣门徒的盲目 他们还没有 让自己的眼睛被打开 去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 他们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是张望 他们正向着耶路撒冷走 只是看见右边 几百米外 他们看见 克洛德的宫殿 这些是他们的梦想 他们朝向的虚荣 耶稣还没有成功 打开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明白 真正的光荣 不是克洛德的光荣 不是那些 拥有公民的人的光荣 真正的光荣 是耶稣通过 写掉生命 所显示的光荣 现在 让我们看看 这个 还没有认识 开他眼睛的 基督的核子的特点 他坐在那里 被黑暗笼罩住 他站起来 都不动 因为他不知道 应该去哪里 人家总是陪着他 他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 重复做着同样的手势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话语 所以 他不在这儿生活 而是将自己限制在 没有意识的状态 不培育超越 满足眼前所需的理想 这个比喻 是那些 没有生命的人的生活图像 他们看不到生命 和存在的终极意义 他们只是参与一个 永久的 周期性的延组 出生 生存 死亡 没有任何的目标 你们上小学 然后是初中 高中 之后 在大学里面 拿到优异的成绩 毕业之后 你们找一份工作 然后成家立室 有孩子 他们必须在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表现良好 这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但是为了什么呢 分道篇说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大地仍然常在 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匆匆赶回原处 重新再升 这个是分道篇第一章里面的内容 结论是 在这个循环里面 一切都是虚无 没有终极的意义 人处于巴尔提环的状态 没有睁开眼睛 没有领悟到生命的意义 和目标的人 就是核子 这个核子的第二个特点是 它在路旁 它是那些生活在历史边缘的人的形象 有一个历史仍然存在 就是那些在世界上为建立天主的国 而合作的人的历史 在天主的国度里面 那些人懂得去爱 并且为爱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些人都在基督标出的道路上面 那些不在这条路上的人 那些一心想住世界的物质的人 那些追求自己的成功 追求光荣 和个人利益的人 都不在这条路上面 不在耶稣的身边 他们不会在世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他们历史将会被抹去 第三个特点 他是一个乞丐 乞丐人家被他的施舍 他将它们收集在自己的外厂里面 他将外厂摊在两室之间 在比喻中 没有睁开眼睛的人 没有看见清楚生命意义的人 就成为乞丐 他乞讨一切 乞讨认可 赞美 乞求周围的人的奉承 并且 为得到这些 他准备做任何事情 甚至奉承和杀荒 让他们试问自己 求助于整容手术 纹身 穿乙 直发 这些难度不在此刻土关注吗 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借助人家的施舍 你们得到一点关注 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 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你们为此而活 你们不需要浪费很多心力 生命的真正价值是别的 不是这种黑土 愤怒篇第三章说得好 天主洗一切都美好 他将对无限的渴望 放在人们的心中 人是无限的而创造 不是为这些黑土离的小变化 睁开眼睛的人 已经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 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不需要乞求人家的尊严和关注 只需要喜乐于原本的自己 对这些核子的救赎是什么呢 就是找到一个人 来打开他的眼睛 使他们向上看 那就是发生在巴尔提玛身上的事 他很幸运遇到耶稣 让我们来听听 巴尔提玛是人的图像 在一瞬间 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 无办法接受 于是寻找出路 因为有些人适应自己的状况 坚持自己的盲目 坚持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以任何方式出人头地 靠他人施舍而生活 而且有些人挺喜欢自己的状况 巴尔提玛不是这样的人 他代表了今天那些 对无价值和崇高理想的 生命感到不满的人 他不甘心沉沉于黑暗中 他们过去崇拜的生活模式 他们试图在某个时刻 达到的生活模式 令他们失望 你们必须让这些焦虑出现 让他们说话 不要让他们沉默 因为他们会引领你们 去寻找那个 能够让人睁开眼睛 看到新光的人 巴尔提玛看不到 但他知道如何聆听 知道如何在 那么多重叠声音 稳住其中一个 这个就是耶稣的声音 唯一一个能够将他从无生命状态中 带出来的声音 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信息 与基督相遇 通过聆听他的说话 这个就是他的福音 能够打开你们的眼睛 这个就是他的福音 能够打开你们的眼睛 解答你们的忧虑 归以提玛向耶稣求助 向他哭出自己的请求 克服了自己的犹豫 恐惧和羞愧 因为他不想继续处于这个状态 一个人不应收于意识到 自己灵性上的盲目 也都不应该 他收于表达自己 在无办法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的不满 他用耶稣的名字 称呼他 Yoshua 意思就是救赎者 救赎不是发生在进入天堂的时候 天父欢迎所有人进天堂 救赎必须在今天 尽可能要快 你们必须让你的眼睛 被耶稣的话语和他的福音打开 去到真正的生活 这个就是耶稣 救赎者的名字 巴尔提玛开始呼喊 他的呼喊惊要了很多人 被这些喊声惊要的人代表谁呢 马尔谷在这里教授教理 他们代表那些和巴尔提玛一样感到苦恼的人 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核子 但他们想一个人独处 因为他们依附于自己的状况 已经适应了 没有真正生命的生命 马尔谷想告诉我们 那些想找到基督的光的人 必须考虑这个困难 这些是反对和误解 第一个反对 来自那些司徒劝了人 寻求光明的人 他们邀请他放弃 忘记他 好像其他人一样 去考虑享受生活 不要重视某些来自内心深处的问题 忘记他们 这些人可能是同事 关系微妙的商业伙伴 甚至是朋友 他们因为肤浅 取笑人家灵魂所受的折磨 因为这些不是弱者要关心的事 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 是中世纪的人 巴尔提玛 展现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时刻 我们能够灰心 我们必须寻找光 要考虑的第二个困难 来自耶稣身边的人 他们本应帮助核子接近基督 但却相反 他们是一个障碍 今天 我们通过门徒团体 看到师父 但有时候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掩折了耶稣 有关人的提议的光明 我们在基督福音里面 追随基督的光 但即使是这个福音 也有可能 被那些宣讲者所遮掩 被毁坏 释现了我们人类的推理 这些寻找光明的困难 必须被考虑到 而且 我们此刻会期望 核子呼喊之后 耶稣会立即给他带来光明 我们已经看到 这条路非常狭窄 因此 耶稣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核子 这是一个比喻 核子需要有人陪 跟他见耶稣 他不是一个人去的 这个细节 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讯息 让我们听一听 耶稣就暂住说 叫他过来 人就叫那核子 吸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呢 耶稣的声音 并没有直接传到核子那里 有人负责传递给他 这个传递就是谁呢 他们代表了 师父的真正门徒 他们对有困难的 兄弟姊妹的求助 很关注 很敏感 例如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上出的天使 是一个同事 愿意向他 倾诉不满 和担忧的人 因为他意识到 他同事正处于 生命的混乱状态 这个时候 真正的门徒 会停下来 倾听 欢迎这位兄弟 或者姐妹 发着内心的求助 并陪同他 去到基督那里 这样 这些天使应该 如何接近有困难的兄弟姊妹 如何去帮助他们呢 我们用三个动词 是不容易的 但不是他向人类提出的普通建议 他对你很感兴趣 你在他的眼中 是很宝贵的 他想让你建立一个 爱的关系 所以 你要看到 和基督的光相遇 是如何出局于 这个福音的传递者 他们接近兄弟姐妹的方式 不是威胁 而是以师父的温柔 现在 这个核子 走上前去 接受基督的光 我们要注意 他每一个动作 因为圣诗玛尔谷 注意到这些手势 因为他都包括了 要给我们的讯息 让我们听一听 核子就迎下自己的外衣 跳起来 走到耶稣跟前 耶稣对他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核子说 师父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得够了你 核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 我们会从玛尔谷 期望不一样的场景 他应该告诉我们 有人走到巴尔提玛身边 将他扶起来 然后将他外衣 放在他肩上 保管好他外衣里面的几个硬币 然后扶住他 将他带到耶稣跟前 而相反 玛尔谷告诉我们 这个核子跳起来 将恶意连同里面的一切 扔下了 然后跑向耶稣 作为基士 这一幕不是很合理 但事实上 他不是基士 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 首先是外衣 好像所有的欺负一样 巴尔提玛将摆在他膝盖上 都扔掉他 他将他全部 做瘾掉的动作 表示他完全彻底地脱离了他所处的状态 到归刻为止 他对他之前的生活不再感兴趣 他将它们扔掉了 这个动作清楚让人 上起玛尔谷时代 团体里面的 务道者的动作 他们在处备 浸在这个洗礼池 即所谓 启迪之缘之前 扔掉了他们的旧衣服 这个表明他们拒绝了 那时为止的 外邦人的生活 在当时文化里面 衣服是指 一个人的行为 因为 就好像我们通过衣着 来识别一个人 我们都通过行为 来识别一个人 在这里 他的堕落的生活 已经抛弃了 这个是他 在你之前所过的生活 现在被放弃了 因此 所有与 接触基督的光照的人的选择 不相容的行为 都必须被弃掉 然后 受洗者 穿上一件新的法公白 这个表明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这个人必须 汇出纳扎落人耶稣 那个发光的生命 然后 耶稣问这个核子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这个似乎一个 没用的问题 然而相反 它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听到 这个对我们讲的问题 上个主日 我们已经听到 再不得两个儿子 你问到同样的问题 耶稣问他们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 意思是 你们希望从我那里得到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希望 从纳扎落人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呢 再不得两个儿子对他说 我们期望从你那里得到荣誉 有名望的地位 这个世界的成功 金钱光荣 而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许诺过这些事 这个核子提出的适当的要求 他要求了耶稣所要给的东西 是他的光 这样 他就能够看清楚 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去哪里 巴尔提米说 师父叫我看见 其中希腊语是 ununminable 意思是 我想向上看 日今为止 我们都向下望 看那些给我的诗写 现在 我想向上看 其实 耶稣对他说的是 去吧 你的信得够了你 你已经相信 我能够给你的礼物 是我的光 这个就是救了你 我给你的光 你将看到世界 你的生命 所有的现实 和天主所看到的一样 因为 现在你知道 你要去哪里 知道怎样行动 而不会误入歧途 不会被死亡之路所引入 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 在某个环境里面 有时被霧气笼罩 有时在阳光灿烂日子里面 周围的事物 都是一样 但我们所看到的 是有光 和无光的时候 不一样 这就是那些 接受了基督的光的人 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世界 生命 万物 和现实 都没有变 但他们 看待是否的方式变了 生活 痛苦 喜乐 死亡 兴节 哀悼都依旧 但是 当你们有了基督的光 你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就会明白他们的意义 就能够学会 他爱每一个现实 去吧 你这些信得救了你 是指立帕体见了 希腊动词 向上看 再次出现 现在 他已经得到了 只有天主 才能够给他的光 他在路上 跟着耶稣去了 现在 他跟随耶稣的方式 是跟随耶稣这个人 即跟随他 降伏生命 而不是好像 再不得两个儿子 这样 寻找这个世界的 荣誉和光荣 向基督提出 正确问题的人 就会得到 基督 所要给我们的东西 那些死人 活出基督的生命的光 祝大家主日快乐 变一很开心的星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